醫生在哪裏說 因為電療是損害了口水腺 所以會有口乾症 所以我現在晚上要起床 睡覺時要起床一至兩次喝水 但有一件事很幸運的就是 首先我說的是條頸 雖然是黑頸 但是呢 治療師跟我講 他說我已經比很多人好 因為有些人是黑頸 知道我還爛獄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我沒有醫生所講過的口腔潰瘍 因為有些人根據那個治療師跟我講 他說有些人在裏面生瘡 是說話都會痛的 吃東西又會痛 於是他們沒有心機吃東西 不吃東西 於是瘦瘦瘦瘦 瘦瘦到某個階段 是要終止那個治療 要重新再做那個帽 然後才可以繼續治療 因為我們的治療 比如以我為例 就是它首先要倒個帽 然後就是把那個帽子弄好之後 然後就是我們治療的東西 它就是放下來 然後是固定了 從這裡開始固定了我們的位置 然後那個罩下來是要很緊的 因為那個臂梁是要貼著那個無形罩 所以是要很緊很緊很緊 我很幸運就是 我很努力去保持自己的體重 因為我是吃劉德野的 我是吃粥 吃湯 還有是吃果汁 營養奶等等 糖水我都有吃的 其實很難保持體重 那就是我要吃得很飽 我重新認識是毒食 然後才可以保持體重